A先生的LDL 所谓大家讲的 怀胆个顺 和她的总胆个顺指标 但她的金油三肢 和她的HDL比例是2 B小姐的LDL和总胆个顺是正常的 是在理想的胆个顺指标范围里面 但她的金油三肢和HDL的比例是5 你觉得哪一个心肿病的机会比较高呢? 今天我会讲什么是金油三肢和HDL的比例 她的重要性教你怎么计 因为知道这个数值 可能可以帮你避开心脏病法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明知的健康选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 按多我发生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如果根据目前的胆个顺指标 A先生其实是归类为高心脏病风险的人群 而B小姐就归类为低心脏病风险的人群 但其实他们两个是刚刚相反 什么话? 大家看到健康报告 看到胆固顺那部分 都会去看看她的胆固顺数值 怕不怕会太高 而对健康有些研究的人 就会看好和坏的胆固顺 即是HDL和LDL 说明是好和坏的 当然好的越高就没问题 坏的越低就越好 那我们的胆固顺就好 我之前的影片有提过 LDL 这是别人所说的坏胆固顺 其实是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很弱 所以LDL的数值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有一个数值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今天三支和高密度脂蛋白的比例 Triglycerides to HDL Ratio 简称为TGHDL比例 这份报告在16年观察了4万多人 发现到TGHDL的比例越高 心脏病死亡率越高 如果活动量不高的人死亡率更高 这里的HMF代表心脏病压力测试结果 可以用来代表一个人的活动量为High Medium Low 研究显示死亡率最高的人群是活动量最低 以及它的金油三支和HDR比例最高 所以千万无法理学生物方式 都一样非常重要 OK 怎样计我们的金油三支HDR Ratio 很简单就是拿你的金油三支的数值 除以HDR的数值 但是这两个数值的单位应该是 mg per deciliter的单位 如果你严血报告的单位是minimum per liter的话 你就要把TGH x 88.57 变成mg per deciliter HDR的话你就要乘38.67 才变成mg per deciliter 那你才可以用来计算金油三支和HDR的比例 金油三支和HDR的比例应该是要多少 现在还没有一个standard 但大多数建议的理想数值是要达到2以下 最佳要是1.52 4以上为之高 6以上就是危险 而这个数值很简单的 越高就真的越危险 因为高TGHDL的比例 代表高金油三支和低HDL HDL就是将胆固素用从身体各部分 带回你的肛作 而金油三支的水平高 就表示你有胰岛素抵抗 什么来的呢? 简单说呢 即使你血液中的胰岛素维持在高水平的时间比较久 如果你胰岛素是一直在血液高的话 那你身体就一直在储存脂肪的mode 因为脂肪的基本结构就是金油三支 那你又会问是否吃太多脂肪会令到金油三支高呢? 不是脂肪而是太多糖 太多淡水化合物不够脂肪不够胆白质 由于我们的血液中不可以含有太高的糖分 所以你身体要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糖原来储存Glycogen 但是糖原的储存空间又不会很多 又很快失悶 所以身体就会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金油三支 就是脂肪来储存 如果你的原血报告结果见到金油三支高 通常是吃太多电饭质 或者很多人以为最健康的饮食方法就是低脂饮食 因为这种饮食方法是会提升金油三支和减低HDL 正正就是你最不想要的结果了 这个是我Client的验血报告 这个是5个月前的结果 他的LDL是181 TG是146 HDL是77 这个是得到的血脂结果 根据胆个顺的指标 LDL和总胆个顺顺已经超标了 但我们计血的TG HDL的比例是1.9 其实已经算是低深血股疾病风险了 而这个报告是after我们改变他的饮食方法和生活方式 之后的5个月 就会见到总胆个顺依然超标 虽然这个报告没有LDL的结果 但因为总胆个顺和HDL没有什么变 所以他的LDL很大可能应该都失败了 5个月之后虽然都是失败LDL和失败总胆个顺 好像没什么好转 但当我们计算他的TG HDL ratio的时候就很不同了 这一次他的比例是1.4 所以可以说他现在的深血股疾病的风险比他5个月前更低 甚至说他饮食和生活方法的改变是合理的 所以我鼓励你拿出你的影片报告 计一计你的TG HDL比例 看看你真的有没有深血股疾病的风险 不只是看哪一个超标哪一个红色字 其实这个TG HDL比例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确实了他的重要性 还有可以用来预测一个人有没有心脏病 或者动物中文样化 简单说失败更多的风险 去比起LDL的数值 总胆个顺 金油3G 或者总胆个顺 除HTL的比例 是准确很多 其中几个报告是1997年美国的Harvard出的 2006年中国四川大学 2008年巴西的报告 2009年西班牙的报告 这些报告其实有超过10年甚至20多年了 但我们普遍得到的健康资讯 营养师等的建议都是停留在20多年的知识上 善食指南没有update 我们就不update 又或者盲目地跟随所有见到的健康资讯 但是又不明白为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去增值 update一下自己的健康知识 去学怎样去看数值 和分析所接收的资讯 哪些值得知道 哪些适合自己的lifestyle等等 我做这个video是要给更多人知道关于TG HDL的比例 来给你们知道更update关于心脏病疾病的健康资讯 看了之后可以有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健康 知道怎样去看自己的胆个顺数值 那你就可以看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作出相应的改变 来减低你TG HDL的比例 也都需要大家的帮忙去分享这个video 给更多人知道关于TG HDL的比例 多谢大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 踏到身心健康 我们在下个video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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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